第四篇 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 那大纲里面 就是把这句话 分作两个部分来进入 那读经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 菲利比三章十节 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 这是七到九节的结果 那么第二个部分 十二节到十四节 我们要特别留意 就是读书那个渴望 十二节我是竭力的追求 十三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十四节向着标开竭力追求 就把这个渴望 因为在大纲里会出现这两个字 要读出那个渴望 接下来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 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 复活到底是什么 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一个力量 乃是一个人位 耶稣说 我是复活 我们要对复活有这样的认识 当我们说到认识基督 就是要在主观上认识复活 认识这个复活的生命 后面说 信入我的人 这就表示有一般人 是对这个复活的生命 有主观的认识和经历的 后面说 他们也经过这个过程 虽然死了 也必怎么样 复活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也能够在经历 从死里面再出来 不是指的那日建主的时候 是指的这个原则 在我们身上 是可以常常来应用的 为什么 因为行传二章二十四节 后面说 他不能被死拘禁 也就是说 他能够进到死里 然后平平安安地 从死里面出来 死亡是不能够 扣住复活的基督的 同样今天照会 也是能够经过死亡 再从死亡里出来的 灵后一章八节九节 来到的第二大点 这里是说到那个死的环境 弟兄们在禁止的时候 就经历了死的环境 这里有患难 这个患难大到一个地步 力不能生 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九节自己都断定 必死了 意思就是说 所有天然的力量都不管用 无法对抗这个患难 但是后面 使徒们在禁止的时候 是应用复活的原则 后面说 叫我们不信靠自己 只信靠 那叫死人复活的神 所以他自己是断定 必死的 他不信靠自己 但他里面的这一位复活的神 就带他们兴起来了 这就是复活的原则 下面 启示录一章十七十八节 弟兄刚刚交通道 这位仁子大祭司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来行走 他是这样介绍他自己 他是那活着的 在注解里面说 这个活着就是又活又新鲜 后面说 现在又活了 就是说到 他是复活的生命 后面说到 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说到他带着复活的大能 今天在照会堕落的时代 我们要成为那个使者 成为得胜者 我们就要这样来享受基督 享受这个活又新鲜的基督 享受复活生命的基督 享受带着复活大能的基督 我们就能在照会堕落的时候 成为使者 成为得胜者 我们下面来进到大典 好 请我们把一大典和里面七个终点 用祷告的灵读过 我们开始 我们开始 好 我们停在这边 第一大点 保罗渴望认识基督 渴望 这个aspire在英文里面就是说到 to long to aim to seek ambitiously especially for something great and high 就是说这个渴望不是一般的想要 它是特别是指的 有一种热切的期待 或是热切的寻求 特别是对于那些伟大崇高的事物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说用aspire的时候 意思就是这位基督是伟大又崇高 值得我们这样起来热切的寻求他 我们在这里用渴望两个字 在这里我们要有这个印象 我们要渴望来认识基督 里面七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画下来菲利比书 忠心的事 这就是第一个重点 这是忠心的事 就是后面形容对基督主观的认识和经历 菲利比二章二节五节 这里说到是要追求认识这位基督 思念相同的事 这个相同的事就是指着追求认识基督 菲利比书三章七节到十节 我们都交通过许多次了 保罗在这里是不断地在那里 亏损万事 看作愤土 为要赢得基督 竭力追求 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 接下来菲利比四章十节 虽然他是在监牢里 但他能够见证 他是在主里 大大喜乐 所以他在这里主观的经历 享受基督这个复活生命的结果 这个监牢没有夺走他的喜乐 他是更加的喜乐 四章十三节 我在那加我能力则里面 凡事都能做 意思就是凡事都能活基督 显大基督 接下来二三四五 十一竹 是说到八节跟十节 有两个认识 二三是说到八节 在菲利比三章八节 对基督认识的至宝 是借着启示 十节的认识基督 是借着经历 三 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就是基督的宝贵 给我们实话了 基督在宇宙中是最宝贵的 但是不一定我们有看到 当我们这样认识的时候 这个宝贵就来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也觉得这个认识是宝贵的 所以这个宝贵要实化在我们的里面 四跟五是一组 说到第十节 保罗首先得着基督的启示 然后寻求对基督的经历 就是在经历上认识并享受他 五 菲利比三章十节的认识就等于经历 所以就说到了 第十节 认识就等于经历 一小点 认识基督 一集经历他 享受他 有份于他 分享他 二 因此认识基督 就是借着经历他 而领略他 六七 是一组 说到第八节跟第九节 第六 要认识基督 不仅要有关乎他的知识 更要赢得他那独特的人位 好 翻过来 独特的人位 零后二章十节 在基督面前饶恕 所以保罗是在这个独特的人位里面 在那里生活 侍奉 哥罗西二章九节 基督的人位非常的独特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 有形有体地居住在他的里面 十六节 十七节 他是这一些要来之事引而的实体 这位基督是这一切要来之事引而的实体 所以他是何等的独特 第一个小点 赢得基督是需要出代价的 在这边 菲利比三章七节八节 有三次说到基督 有三次说到亏损 就是说 今天我们若是要在精力上要赢得他 我们就需要怎么样 我们就要亏损 我们就需要出代价 这个亏损绝对不是我们不要的东西 我们不能把我们不要的东西来换基督 通常都是让我们心里会痛的 爱的 那个叫亏损 因为保罗在这里形容都是他得到的成就 那绝对不是要不要的东西 那是非常宝贵的东西 保罗是这样亏损他以为宝贵的 来赢得基督 第二小点 赢得基督 说到赢得基督 赢得基督就是出代价 经历享受 支取他一切 追测不尽的丰富 以佛所三章八节 这恩典赐给了我 所以神已经把这位包罗外人的基督 已经赐给保罗了 那保罗要怎么样呢 保罗要去赢得他 所以后面 这恩典就变成什么 后面说的 那追测不尽的丰富 所以神已经将这位基督 包罗外人的基督 已经赐给保罗 要保罗来享受他 保罗也的确 亏损万事出代价 赢得了这个享受 所以当保罗来形容 这恩典的时候 他就说 那追测不尽的丰富 这代表他出来 这样赢得他了 以启示录三章十八节 在这里 第一要买火链的金子 买白衣 买眼药 所以你看 一再的买 买 又买 又买 弟兄姊妹 我们要赢得基督 就要买 又买 又买 不是一次全买 没有这回事 是每天买 又买 又买 这叫做赢得他 第三小点 第四小点是一组 基督徒的生活 乃是赢得 保罗万有之基督的生活 A 即使保罗相当经历赢得基督 但他不是以为 自己已经完全经历 已经彻底赢得了 B 保罗仍然向着标杆前进 为要赢得基督到 最完满的地步 所以这代理说到 基督徒的生活 都应该是这样 来赢得这位 保罗万有基督的生活 四 为要赢得基督 到最完满的地步 怎么到最完满呢 保罗第一 抛弃他在犹太教里的经历 第二 不要停留 他以往对基督的经历 都不能停 犹太教的要丢 对基督的经历 也不能停在那里 也要忘记背后 不论以往的经历多真实 这是指的 对基督的经历哦 我们若停留其中 怀疾不忘 就会受阻扰 不能进一步的追求 好 基督 B 因着基督的丰富 追测不尽 有广阔的范围 让我们去取得 保罗乃是 努力向前 要达到这范围的极限 所以我们每一天 有人说 我享受过主的爱 事实上主的爱是无限的 每一次的爱都是新鲜的 没有一个人说 我享受过主的爱 不用再享受 我懂了 不 主是无限的 永远新鲜的 他是不受限制的 我们需要一再地来领略他 第七重点 认识基督 画下来 乃是给人看出 在基督里面的结果 所以这个有了 这个第九节 就会有第十节的经历 一小点 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 就是那基于信 本于神的义 这一意识保罗认识基督 二 我们自己努力行出来的义 不能叫我们认识基督 我们越自己努力 就越不认识基督 所以在这一节说到 我们不要建立自己的义 当我们离开基督 想要努力做好人 做好弟兄 把事情做好的时候 事实上就在建立我的义 那你会说什么叫建立呢 当我的义建立起来之后 我就会不小心就很容易被冒犯 很容易就责备人 很容易就定罪人 因为我越做越做 我这个人就义起来了 是不是 所以我的父母很有眼光 他叫我名字叫赵义 就是要小心 不要建立自己的义 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离开基督 任何的好行为 都在建立自己 虽然我们没有那个意思 但是就是建立了自己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要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好 我们把第一大点 终点顺一下 第一大点 保罗渴望认识基督 这件事第一终点 是菲利比书的中心 就是要我们主观的经历 跟认识它 二三说到第八节 我们要以认识基督 这个认识为至宝 这个认识是借着启示来的 当我们这样认识 为至宝的时候 这一位基督的宝贵 就给我们实化了 四五第十节 保罗首先得着了 这个宝贵的启示 然后就寻求了 对基督的经历 所以第十节的认识 就等同经历 六七是说到 第八节跟第九节 我们要认识基督 不仅要关乎他的知识 更要赢得他那个 独特的人位 那我们怎么能够 赢得基督呢 我们要给人看出 我们是在他里面 我们就能够在第十节 认识基督了 好 我们把第一大点 跟七个重点 口语话 彼此说一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好 我们停在这里 我们来到第二个大点 保罗渴望认识并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 里面有五个重点 第一 什么是基督复活的大能 后面是他从死人中复活的复活生命 以分索一章十九节 他的能力是向着我们这信的人 那什么能力呢 二十节 使他从死人中复活 所以我们也能够经历同样的能力 就是他自己这个复活的大能 第二重点 基督自己就是复活 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 我们介绍过了 第三重点 复活乃是胜过死亡 而且不被死亡毁坏损伤的生命 这是指的他这个复活的大能说的 为什么我们说他有大能呢 因为他能够胜过死亡 也不被死亡毁坏损伤 翻过来第四 那么这个复活的大能的实际在哪里 就是纳灵 纳灵在我们的灵里 所以今天我们何等的宝贵 我们里面有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 因为纳灵就是实际 最后第五重点 我们要应用复活的原则 复活的原则就是天然的生命被杀死 神圣的生命代之而起 多好啊 我们天然的生命被杀死的同时 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就兴起 我们要常常享受这个复活的原则 好 我们把二大点跟五个重点 口语话彼此说说 我们要渴望认识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 我们要渴望认识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 好 我们停在这里 我们看看里面的小点就可以了 第二个重点 基督自己就是复活 第一个小点 启示录一章十七节下到十八节 我曾死过 看哪 现在又活了 第二小点是在二章八节 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 这样说 所以一再地跟我们见证 基督自己就是复活 就是复活 三 复活其实不是能力 是一个人位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已经冲破了限制 是最大的限制 死都冲破了 所以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人 已经冲破了死的限制 这是三个小点 第三 终点 复活乃是胜过死亡 而且不被死亡毁坏 损伤的生命 有两个小点 第一 说到不能拘禁 死亡不能对复活生命做什么 第二 说到不能损害 死亡能把各样的损害 加到别种生命上 唯有一种生命是死亡损伤不了的 就是复活的生命 来到第四个终点 说到实际 复活大能的实际是什么 就是那灵 就是那灵 里面有三个小点 第一 要经历这个复活的生命的路 你就需要看见 基督在复活里 已经成了四生命的灵 第二 复活最高的定义乃是 复活是幕后亚当成为次生命之灵的过程 这是非常宝贵的发表 第三 基督的复活乃是他的变化形象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成为次生命的灵 像空气一样 无所不在 为要怎么样 进到信徒的里面去 第五 我们说到复活的原则 今天要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里面 复活的原则 是天然的生命被杀死 神圣的生命要代之而起 不知道弟兄姊妹 我们会不会很羡慕 神圣的生命的经历 这个灶位生活过久了 这个天然的生命 越过越不能用的 我们在经历上 最后我们会恨恶它 恨恶它是一个最大的麻烦 我们就要羡慕 经历另外一个生命 叫做神圣的生命 我们要开始祷告 主啊 我要来认识这个神圣的生命 在我里面要代之兴起 五个小点 一二小点 是说到这个原则 什么是复活的原则呢 第一 经过死存在的就是复活 就是经过死剩下的 那个就是复活 第二 复活是从死里又出来 又越过天然范围 不仅它能够留下来 而且它越过所有限制的范围 这个就是复活的原则 第三 第四 第五 就是应用 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第三 复活就是没有任何事故 境遇 能把我们这有基督 复活生命的人压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原则 所以我们是有压的环境 对不对 我们都有压的环境 但是我们有没有压倒啊 希望没有 我们都会遇到过一些环境 压得几乎快倒下去了 这时候我们需要认识 这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一定要应用复活的原则 第四 再复活里是什么意思 这跟我们有关 所以就应用 这就是应用原则了 再复活里不是一个道理 是我们天然的生命要经历 现在我们经历这个定死 然后我们里面 有一个神所造的部分 在复活里就会拔高 在复活里与基督 成为一 所以弟兄们 在前面的信息交通到 我们无法爱的人 可以赦免了 那是什么 那就是 神在我们里面所造的 那个部分被恢复了 被拔高了 本来我们爱不来的 我们可以赦免 甚至我们可以去爱他 这个就是复活的原则 第五 我们要合作 当我们不凭天然的生命 乃凭我们里面 神圣的生命而活时 我们就在哪里 所以其实在复活里 不是将来事 不要等到十二月最后一天 我们来一个复活吧 你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 最好不要等到 过年数算的时候 再说我们来一个复活 不要 我们天天都要操练 复活的原则 好不好 我们天天都要学习 第一 要否认我们的己 要转向我们的灵 否认己就是 把我们天然的生命 统统放下来 把我们天然的想法 放下来 把我们天然的喜好 厌恶放下来 把我们为自己的决定 放下来 这个放下的同时 基督就有地位兴起来了 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 就兴起而活的时候 我们就会经历 复活的生命 还有他的大能 愿主祝福 我们进入这些的话 让我们成为每天 我们都是一般追求 认识基督的人 我们凉凉祷告 我们停在这里 我们进入这些 感谢观看